身在加沙地帶進行訪問的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證實不排除 近東救濟工程處 確實可能存在 哈馬斯組織分子 不過他強調 機構已經立即採取必要措施 而埃及外交部也透露了 阿拉伯國家和美國 就以巴停火協議的最新進展 在哪個抵抗女士的 和巴瓦斯特雷斯特雷士 時提示了 雷斯和巴瓦斯特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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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斯特的 經濟的階層 也有一個意願性 股特雷斯是在完成 拉法口岸的視察工作後 和蘇凱里一起發表講話 他也重申 當務之急 是儘快讓尾巴雙方 達成停火協議 以便允許人道救援物資 馬上進入加沙 解決激荒問題 以色列早前聲稱 近東救濟工程处 有450名工作人員是哈馬斯成員 卻沒有提供任何證據 不過相關機構隨後 已經解雇了一批工作人員 加商擁有大約230萬人口 但是目前八成人口 已經撤離家園 多數人逃往最南端的 拉法口岸寻求庇護 但是乙軍卻拒絕國際要求 堅持把當地 列為下一個地面恭敬的目標 。 敬慶 沒煙 沒煙 沒有煙 、他 有 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